林志堅正文餐論文接連爆抄襲 才被撤銷學位 被陳明通指導過的學生論文 還有一大堆 現在爆出又有超級未爆彈 有人初步比對發現 至少有九篇陳明通指導的論文 研究方式資料 整個架構幾乎雷同 其中步伐有名嘴 主播 甚至總統府副秘書長妻子也在其中 這九本論文裡面 又有蔡英文頭號幕僚的妻子 又有媒體人 又有大爆色的總編輯 用同一套資料 用同一個研究架構 同一套模子刻出來的這九個學生 陳明通指導的173篇論文 只有五篇選擇公開 但專家攤開台大論文保密規定 質疑為何陳明通學生的論文 可以無期限保密不公開 台大可以看到 他訂了一個期限上限是五年 這陳明通學生的論文的 許多都是超過這個期限 我們總統蔡英文論文也保密30年 然後保密 就是你覺得論文寫作的品質有問題 被人家發現 難道是怕這一查下去會血流成河 網友更諷刺 民進黨封存30年是基本的啦 不過就是讀書心得保密什麼碗高 還有人大算論文行不通 就找陳明通 藍圈炮轟 民進黨各種起學力騙大眾 快要變成綠油炒手 陳明通到底要不要下台 陳明通當然應該趕快離開 臉皮有夠厚啦還繼續幹 怎麼好意思幹 所以不願意把論文放在網路上 就是怕人家比對 躲起來你在幹嘛 你在怕什麼 反正這些亂搞的 自己自首算了 173個學生變成他的173部隊 形成一個173部隊的陳明通 全力防線 這是一個很高很高的護神牆 進黨他怎麼清軍策 你清軍策清完把蔡英文都給清倒 從林之間到鄭文燦 陳明通指導的論文爭議連環報 就怕在這173篇論文中 還藏有更多學術未爆彈 還沒引爆 藉章要此離選 台北報導 好 大家都在說啊 這個陳怡太說論文都複製的啦 岳教授抄襲倒啦 好 圈要換說公開就會被撤銷論文 這是複製貼上明通集團圈6的留言 好的確 怎麼都剛好是你陳明通所指導的呢 這樣的論文超超超 風波連環報 最該查的是誰 不就是國安局長陳明通嗎 他所有指導過的學位論文嗎 不都應該查查嗎 好 教育部長潘文中 卻反對這樣的做法哦 藍英呼籲台大 你應該要主動來撤查了 還要蔡英文換掉陳明通 不然就讓全部的論文 電子化工大家來檢驗 好 是不是真的會血流成河 同時是不是一失恩命加久呢 台大有沒有畫底線呢 好 現在來看的是呢 來看的是最文產的學位遭撤銷的公文曝光了 好 也可以看到呢 這個這樣子非常 台大校方是說本校目前沒有最新的一個回應了 好 那當然呢 柳志斌就說了這個很多人都質疑啦 陳明通指導論文當中有九篇的論文的研究方法資料 甚至整個論文的架構都一樣 其中包含媒體人啊 名嘴前主播一份數據八九個人共用 這個是不分割研究成果 什麼才叫做分割研究成果 根本大家複製copy copy copy嘛 好 立委陳以馨說 查陳明通指導論文到底查不查 好 剛剛有提到教育部長潘文中說 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個案而要求去通盤的徹查 有個案的事件產生 單一指導教授應該給予克責 反正我們幫他翻白話文一點 他就是沒有想直接來查就對了 現在來看看台大不願居民的教授 A教授就說 論文事件已經重創台大的名譽 不過即使現在已經召開了學輪會 校方也沒有辦法對陳明通進行懲處 雙方沒有任何法律關係了 好 另外呢 政治界的教授也說 學輪會等同對於整個所要進行整頓了 最好把陳明通指導論文全部 全部公開啦 好 如果仍然有人檢舉抄襲 就秉公處理啊 好 公事公辦 現在事情越演越烈 應該要盡快守住台大的效益 要不然人家也問人 人家會認為你台大的論文 都是買的抄來的 很丟臉啊 好 另外呢 也說陳明通有國安局 優惡的薪水大可不必主動請辭 民進黨想用它來控制終身代 也不無可能啊 好 來看看相關焦點 我想現在應該是台大 既然也已經說了論理 學術倫理委員會 針對個別的教授過去有那麼短時間 指導那麼多的學生 而且那麼多學生的論文都有狀況的話 台大學術倫理委員會應該要 徹查或者是來做一個了解 到底這樣的一個內容有沒有疑慮地方 其實利用這次的機會把所有相關的論文 給好好的來做一次的釐清 對於學術圈對於我們台灣政治圈來講都是一個正向的看待 還是一樣過去拿假照的論文抄襲的論文 其實個別的政治人物應該要對此負完全的責任 我們不懂為什麼民進黨到連論文這麼中立學術的議題都還是可以有雙重標準 民進黨政府民進黨的人員應該要出來解釋 不管是陳局長陳教授但是他是單一個體都是陳明通先生 都是陳明通先生 那我們昨天在司法法治委員會有問到潘部長 說要不要全面清查 顯然他不同意 不過沒有關係 國民黨已經走手全面清查 全面清查清查的範圍包括國華所包括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也有幾位民進黨高官學位似乎有問題 似乎有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強力的清查 那過一段時間會跟大家做報告 又有證據曝光了 現在要被一路追殺了嗎 來看是涉灘的關鍵小兔帳本 這本神秘的小兔帳本曝光了 現在司法三路追啊 這高宏安逃得過嗎 先來看看的是這回是誰 是他的前辦公室主任黃桂文 他就說他們有一本內帳啊 他用自己的綽號 他綽號叫什麼小兔 兔子的兔 做了一個帳本 這個帳本裡頭 一頭拉骨哦 超過五百筆的內帳 這些內帳記錄的什麼呢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列出來 核銷的單據啦 還有助理費低報告 還有叫公基金 當初高宏安不是說他都不知道嗎 都是下面人在run他都不曉得 現在你來看看 當時的前辦公室主任 有留了這一筆內帳 小兔帳本 神秘的小兔帳本 他說為什麼要留 當時就很害怕 會出問題 哇 現在果然出問題 好啦 現在所以就有這個 小兔帳本的證據 裡面呢 備註了多次載明 委員請款 哇 抓到了 你要包了嗎 如果這個是真的話 代表委員你明明知道 有這些狀況還去請款嘛 另外還有部分核銷 關鍵發票 已經遭到銷毀囉 證據被毀了嗎 還有裡頭這個小 神秘的小兔帳本呢 還顯示了高宏安 涉貪罪嫌 好 看起來是越來越高 疑慮越來越大 看起來是不是極力爭取 要轉為污點證人 好 但是來看是呢 貝列被告之後 訊厚是無保請回 不過當然呢 高宏安方呢 他們有說 後來東窗事發內帳曝光了 他還說我們在同條船上啊 不會有事的啦 好 會有人搞定司法啦 好 他的男朋友 高宏安的助理男友呢 李中庭還說這樣做就對了 但是來看看 是不是真的對了呢 逃得過嗎 如果假設這個小兔神秘的小兔帳本這些證據 真的被法官後來有覺得是真的作為一個判案的關鍵的話 恐怕高宏安 好 三路追伴啦 司法三路追殺 包含他的 炸領助理費 設的是貪污制罪條例 兼職還有專利的轉移設的是背信罪 那論文抄襲的部分 好 是涉嫌違反了著作權法 所以檢調單位呢 其實就是說高宏安 他們每日的收支金流 高宏安的餐廳去吃炭餐啊 好 這樣吃這麼多 花的是誰的錢 錢從哪裡來 還有高宏安申辦護照 三學院會員小學等等 其實都是有證據的 司法是三路 目前持續的追伴當中 看起來高宏安 很多的司法問題 很多的官司 得來直求面對 我來看一下下他的頂投 好 民眾黨的黨主席柯文哲 現在也有爭議被爆出來了 這回被認為是柯文哲 卸任前的一個畢業旅行 跑去哪裡玩呢 要去日本沖繩 推銷悠遊卡 而且特別推了是 挑了是廉價航空 說節省公帑 但是 嘿 現在被踢爆了 踢爆什麼呢 雖然柯文哲呢是坐聯航去 但問題來了 雖然你坐的是聯航 飛過去 咻 這樣飛過去 但你下機時 卻要求要搭 這次呢 接駁車 VIF的接駁車 還是搶在同機旅客之前 好 現在誰炮轟了 王世堅他跳出來炮轟 還是柯文哲的愛耍特權的原型 你還是閉路了啦 雖然你搭聯航過去 但是你到現場 你還是花很多錢啊 市府現在也做出了澄清 認為並不是主動要求 而是航空公司的安排 柯文哲畢業旅行 跑去日本沖繩 推銷悠遊卡 沒想到卻被網紅四茶毛爆料 柯文哲特別搭聯航 坐經濟艙去日本 沒想到下飛機時 卻傳出要求要搭VIP接駁車 還只讓市府一行人搭乘 讓全職旅客只能搭乘下一班接駁車 被質疑根本是插隊 耍特權 第八年任期結束前 就露出原型啦 你是個特權市長 他現在也懶得演了啦 把他的本性都露出來 連這樣子的小特權 他也要爽 網友也炸鍋痛批 真的是丟臉丟到國外去 柯文哲假裝連結還要VIP 根本就是奧客無誤 坐聯航給媒體看 下飛機後耍特權 真的是超級假掰 而柯文哲會被質疑 刻意裝節儉不是沒原因 因為坐聯航的經濟艙 飛一趟沖繩 大概只需要八千八百九十二元 但若是比照地方首長 坐商務艙 費用至少就要三萬一 到兩萬九千元不等 價差差了三倍之多 到底有沒有耍特權市府 這麼說 航空公司在桃園機場 跟我們告知說 因為在落地的時候 他離出關的地方是比較遠 航空公司有表示 會主動的提供 這樣子的一個接駁車 並不是市府要求 那市長也不知道 這樣的狀況 今天如果真的要做 所謂的這個聯航 那也應該跟航空公司 講清楚說明白 我們就是要跟民眾在一起 請航空公司 不要給予特殊的禮遇 而樂陶航空也回應 是基於安全考量 在不打擾其他旅客的情況下 才會主動安排 柯文哲搭乘專屬接駁車 而柯文哲沒有主動要求當VIP 但搭專車也是事實 究竟有沒有耍特權 留給市民判斷 記者 黃文鑽 水果好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 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 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